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识拓鬼 此鬼身体贬长像链鱼 长有胡须 长寿饥渴 唯能识人脱目以自活 喜欢接近有土坛习惯的人 美闻咳嗽声及谈喘口拓之声 非常高兴 四季拓坛而识之 是一个不伤人但很恶心的鬼 生前以不尽食物谎称进食 适于出家人 或以非可识之物适于持境界人 应得此报 报尽生人 贫穷下 多病消瘦 做出愤世 过于僧四季蚕食活命 似婴儿变鬼 此鬼对婴儿之变 甚觉相美 时常窥似 惜得食婴变 与此因终身解缘 所以 为人父母者 须将婴变食于侧内 护生恶鬼 此鬼身体样貌具黑如锅底 身上披有护甲 喜欢清静衰败人家 常常作祟懒惰妇女不为造势 以便欺身于冷造之内 神通鬼 此鬼的智商堪称冥界之翘楚 鬼中之精灵 极具魅力和感召力 喜欢说神话做鬼事 常以化言巧语诱惑世人走火入窝见利人道 黑无常 黑无常原名范无旧 又称薛老怪 此有分 武器是勾魂锁 尚有弯间勾和勾爪 直勾人的琵琶骨 穿透灵体的锁骨 有时还会随身携带一些其他的勾魂刑具 如链子和镣铐以及锁魂家捉弹恶鬼 他和白无常结伴而行 同出同进 形影不离 黑无常的特征是青面獠牙 头戴黑帽 身穿黑衣 表情争鸣凶恶 怒恶而适 肤色黑青 鼠阴 和白无常相反 经常与白无常一起出没人间 半夜抓捕死者的鬼魂 并带入黄泉路直通阴曹地府 中国民间传说黑白无常 为地府的十大阴帅之一 阎罗王的左右手 白无常 白无常原名谢碧安 又名仇白头 国无常 武器是枯桑榜 可将灵体敲醒或打晕 白无常原是凤凰山中的野人 专时野果生肉为生 因此毛发花白 而且不识人语 只会咽呀呀地叫 但是黑无常却能明白他的意思 白无常的特征是一直吐着红色的长舌头 表情苦笑颜开 面带一丝邪魅 有时会露出恐怖的脸雾 头戴白帽 身穿白衣 鼠羊和黑无常相反 黑无常和白无常虽然都是无常 但是黑无常给恶人带来的只有灾难 而白无常一方面给人带来恐惧和不安 另一方面也可以给人带来发财的好运气 血狐鬼 血狐鬼为女性 是古时由于医术落后难产而死的产妇所化 通常只有产妇才能看到 此鬼手里提一个血红色布袋 内有血肉模糊的污秽物 什么也不干 只会站在床边恶心你 稀恶鬼 此鬼专门蛊惑世人为恶 如果所获之人做了恶事 他的精神就会感到满足 赤然鬼 生前为人时 脾气暴躁 常对身边人乱发无名火 似后变成赤然鬼 此鬼经常感到烈火中烧 跟地府里榨油锅的疼痛感差不多 极为痛苦 喜气鬼 由丧事中猝死的衰人所变 通常独自出现在丧事上 身着红衣 满面春风 时不时说几句莫名其妙的话 虽然表面上喜气洋洋 但是看到他的人必死无疑 影子鬼 在夜里 有时你会看到一个怪影 超过自己的影子 而这个影子根本不属于你 周围也根本没有人 别慌 破解方法就是 脱下一只鞋子 男左女右 将鞋抛向空中 落地后鞋底朝天方可 然后单脚跳七七四十九步 再回头怒吓快滚即可 食入鬼 食入鬼是正法念经所记载三十六鬼之一 这种鬼 生前把众生的肉 一块一块地乘着来卖 而且经常缺金少两 因此死后化为恶鬼之身 长得十分丑陋 并且惯于欺骗 人们未免招惹此鬼 常以杂肉祭祀攻其享用 虚号 虚号是给人招来祸害的恶鬼 传说虚号身穿红色的袍服 长有牛鼻子 一只脚穿鞋着地 另一只脚挂在腰间 腰里还插有一把铁扇子 据说唐玄宗曾经在梦中见到一个小鬼 偷到了自己的玉笛和杨贵妃的香袋 玄宗叫住小鬼 小鬼自称名叫虚号 喜欢偷到他人的财物 也能偷去他人的欢乐 使人变得忧郁 玄宗大怒 高身换人 于是有一个大鬼出现 将虚号撕成两半吃掉了 该大鬼就是中魁 使之战鬼 据地狱众生向 宁界鬼神里技术 此鬼前生是一个屈炎富士 谄媚皇上 弄权窃薄的坚妄之臣 死后受阎罗王一使 执杖奔走 阎王爷叫他打谁 他就打谁 许多亡魂过鬼门关时 都被他打得劈开肉绽 有钱的花了一笔银子后 才免受疲肉之苦 得以过关 憋幽灵 憋幽灵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憋 相传京城有一苏信书生 房前有一池塘 池塘对面有间控制巫舍 一天傍晚 书生看见巫舍窗边站着一位黑发美女 从此念念难忘 当那个女子再次站在窗前时 她便悄悄溜了过去 来到窗边 偷眼一望 发现美女下半身竟是憋身 于是惊叫出声 怪物立刻跳进池塘不见了 周幽灵 相传 海南有个诡异的地方名叫鬼哭滩 人们很忌讳 行舟于此时 会遭遇大浪 浪顶有一百余巨无法死时竞相追来 据说他们不会加害于人 船夫一旦遇上这种周幽灵时 投掷米饭给他们即可 汗拔 相传汗拔时能够引起汗灾的怪物 为死后一百天内的死人所变 变为汗拔的尸身不会腐烂 坟上不长草 坟头渗水 汗拔鬼会在夜间往家里挑水 只有烧了汗拔 天才会下雨 汝中一代乡村中烧汗拔习俗 延续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据大清律力贼道发种的记载 清家庆九年 高密九汗不语 有人发现年初病故的村民李献得坟土潮湿 变分传李死后变成了汗拔 村民不顾李家阻拦 刨坟开关 见李的尸体尚未腐烂 更加确信李就是汗拔 不由分说将尸体烧毁 李家将掘墓者告上公堂 此案无成立可循 最后刑不将领头人中二 以发种开关见失律判了李脚监后罪 相当于现代的死缓 才将此案了结 西囊 搜神记记载 吴诸葛克为丹阳太守 长出猎 两山之间 有物如小儿 伸手欲隐恩 克令伸之 乃隐去故地 去故地 即死 大意是 吴俊仁诸葛克人丹阳太守 有一次他出去打猎 看见在两座山之间 有一样东西像个小孩 伸出手来想与人牵手 诸葛克就让他把手伸出来 然后就牵着他的手 使他离开了原来的地方 那东西一离开原来的地方就死了 吃鞋鬼 相传古时有一种怪物 喜欢以人类的鞋履冲击 本性善良 还会报恩 这爱你藏在洗手间 此怪物皮肤有黑 身形庞大 有一双像鸟爪般锐利的手 而且双眼凹陷 鼻子高耳尖 嘴巴像老虎一样大 除了能说人话外 没有任何地方和人相同 这种怪物不会伤害人 只会抢抢受害人的鞋 然后狼吞虎咽的吃下肚 最可怕的是鞋会流出鲜血 不停惨叫 如果遇到此怪物 还是带他去鞋垫为尿 邢天 邢天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又称邢天 据《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 邢天与天地争神 地断其手 葬至长阳之山 乃邢天以汝为木 以其为口 操干其以物 因此 邢天常被后人称颂为不屈的英雄 东晋诗人陶渊明读《山海经诗》 邢天午干期 猛之故常在 吉永此事 介于暴富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 欢迎留言 咱们下次再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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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臣 股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в